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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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高于其他几位公子 顾家与我们燕家争斗多年 如今顾洛黎已死 西南道的事 总算是要有个定局了 肖总管 真是忠勇可嘉呀 小姐 一切都是为了燕家 先生 远政回来了 查得如何 那九四不属于顾家 但也查不出是何方势力所有 我们要不要 莫要清局妄斗 带我亲自查看 走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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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吗 我好歹也是前冬城小爸爸 喝苦来这倒霉地方受罪 大哥 起来喝一杯 不收你钱 就当交个朋友 你滚开 别挡着我看小西施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酒壮怂人胆 你看多久也只是看 喝了我的酒 你就赶过去了 滚 我一把我烧了你们油谱 我一把我烧了你们油谱 好 贵客 东鬼 来都来了 大家进来喝一杯 是 里面请 里面请 各位客官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各位客官 我这儿的招牌酒是 老板 哥给我来一壶 好嘞 客官稍候 总算遇到贵客了 先生 这个人就是个酒老板吗 没这么简单 什么样的新面孔 能在龙首街开店 来喽 客官 您的酒 老板 不如坐下来一起喝呀 那就不推辞了 各位客官 如我介绍本店的招牌 圆正酒 此酒澄澈甘香 正适和远行之人 来来来 客官 您尝一尝 好 果真是好酒啊 客官 您是董行呢 敢问老板怎么称呼啊 在下白东军 灵北牌家 老板 客官 你说我这酒不错吧 这么好的酒 你说怎么就没人来呢 前几天还有人来捣乱 把我的酒丝搞得是一团糟啊 你说气不气人 你一个人怕是应付不来吧 还是说 老板是个深藏不漏的高手 什么高手不高手 我这儿啊 可不止我一个人 这家伙啊 别看他混吃混喝的 但可是有真本事的哦 要不是他呀 我这酒四 早就被砸了 这么说 你这位朋友还会功夫 我这人最好结交江湖意识 来 请这位小兄弟 喝一杯 又是来冒事的 喂 黑千祸 快住手 还了 听到没有 叫你别打了 小兄弟好身手 比我过来到 别打到我的脚啊 你这小子 都告诉你别打了 你开打 酒喝完了 走吧 是 客官 对不住了啊 下回来 我请客 喂 你的酒啊 是真不错 过奖 各位客官 可aw 可要再来啊 可要再来啊 粗人 这是爆铁天物 这鬼客 还不如不来 就是 浪费我的酒 你是不是傻啊 你才傻呢 你不觉得这群人和这条街 都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啊 你自己看看 你觉得这群人正常吗 有拿剃骨刀切肉的吗 这么说起来 也有些道理 那你说 这怎么解释啊 我猜 都跟顾府有关 刚才那群人 就是去顾府的 那咱们跟上去看看吧 走 白东圈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凌北白家和这西南道隔着千里 也不会来趟这浑水 那就只能算它倒霉吧 好酒 的确是好酒 所以我猜测它与此事无关 因为能酿出这样好酒的人 心思 必定放不到其他地方 但终究 还是一个变数啊 桑落桑落 拆桑 approaching 好名字啊 顾府到了 也是好久 没到这里来了 我说 不是要跟着马车走吗 这又是到哪了呀 这是后院 正能咱们进得去 你懂得挺多的嘛 裴前后 那是 我可是老江湖 走 翻墙过去 走 董总 好险有人 走 我 滚啊 滚啊 下次啊 可带你一起去 二公子 您入网了 是白小堂的公子榜 您现在是北黎巴公子中的 凌云公子了 哎哟 你小子可以啊 大哥 你轻点 公子 兄长 没能见上你最后一面啊 我算上了凌云公子 兄长惨死 我却只能在这儿喝酒 真是可笑 可笑至极 公子 刚才那人呢 快 你 嘘 他就是顾缝二公子的 嘘 小大声 哎 他 站住 是来自暗和的柜 苏黎 放他进来 暗和 暗和是那条河 你认真的吗 这可是当下最厉害的杀手组织 你小声的 看来柴桑城的水够深的 这小姐和先生怎么还没来啊 急什么 定是有钥匙与顾家三爷相商 哎 我听说 咱们以前跟顾家不是旗鼓相当吗 这次怎么这么硬气啊 你刚来 不知道 咱这次啊 可是拉了个强远 哎 你小子算是走大运了 以后啊 跟着燕家吃香的喝辣的 放心啊 搁几个罩着你 哎呀 那就仰仗各位大哥 小弟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难免有不周之处 一路上 全靠搁几个罩呀 呃 我知道几位大哥 不需要我感恩戴德 但有恩不报 非君子 小弟我 虽然算不得什么正人君子 但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小弟我 还是懂的 感恩戴德 你的心意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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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人是不错 就是话有点多 哎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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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吓住了 这什么衣服 打不开啊 嗯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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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剑门那边怎么样了 好险,好险 你们江湖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公子是要杀了我吗 暗河想要在我们西南道里 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吧 既如此 那就让公子见面一下 暗河实力 公子还要再打吗 冰死 我的剑叫做木屋 你的月雪剑能斩断血线 是这样不断断 须风咒语 冰死 确实可短时间提升功力 可惜还未到家 公子 公子是不是从一开始 便没有打算与我们合作 那为什么还要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呢 如果我说 兄长死了 我胸中烦闷 所以很想打一架 你的剑 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 公子若是想通了 便将此剑丢出院子 暗河 暗河自会前来相助 你叫什么名字 苏木雨 原来你是魁 凌云公子 你的麻烦 可不止的故事 公子 他刚才说的是 我们的敌人是凶人 可前来合作的 却是恶鬼呀 公子 燕家小姐应该已经到了 大魂将尽 您 不见 这就是你说的凌云公子 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嘛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正所谓 风华南侧 清歌哑 浊墨多言 凌云狂 柳月绝代 莫尘丑 清相有才 刘无名 也不押韵 不是什么好事 这首诗不在押韵 而是白小堂用来形容 这八位绝世少年英才的 当然这些对你来说 都不重要 依我看 这柴桑城要变天了 你还是尽早离开魏妙 走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看到啊 首领 他们在这里许久了呢 是啊 首领 把他们交给我们吧 哎 别别别 姐姐们 我们就是路过的 走吧 离开这里 最好离开这座车 不要 首领 闭嘴 还不懂 多谢 首领 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我们的敌人够多了 现在更应该担心的 是殿下背后的 我们的敌人够多了 一儿 赌人 没有 是殿下背后的 有点 害怕 也是 相抑 是一些不服艳家的小王派 出手教训一下便是 以后不要打开沙戒 是 小姐 那人查得怎么样了 查到了 是镇西侯的毒孙 是他 方才那些人 如果想杀了 我们已经死了 听我一句 明日离开这里 我送你回家 我才不走 我走的那天 必然整个柴桑城的人 都得知道我这东归九四 酒味可胜月落白 是这城中第一 这是什么酒 之前没喝过 我先酿了 还没举名字 味道如何 好不好喝 得找两个客人来尝尝 是你们呀 刚好我们在品新酒 你们也来喝一杯 以你的武功 不会是无名之辈 报数明乱 巧了 我还真是无名之辈 我自小吃百家饭长大 睡破庙而活 未曾有过姓氏 更无人给过姓氏 不过身外空风 虚也空风 我是雷封 我爱自己取行司空 业化的长风 一去 跪 所以我叫 司空 长风 谁 原来这才是郑主 有劳前辈了 看来这一整条街上的人 和白瑞里那个白眉男 都是一伙呢 你们来杀我 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开酒馆 是 儿戏了吧 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我们并没有权利 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 白痴 你说什么 你还没看明白吗 顾府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怎爱着人眼下办事了 我只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 你能不能放过我们 不能 那就不废话了 你的枪法不全 你是金口阎罗 也七岁 打不过啊 啊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还有最后一招 这招之后 如果我能活下来 你就往门口的方向跑 我带你冲出去 你有几场把握 一场 异常 异常的把握 你用脸说得这么信誓旦旦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哼 我千里迢迢来这开九四 不是没有准备的 你会武功 呸 我要是会武功 我就不出来了 我就是不想猎物 才从家里跑出来的 死吧 不死 学正 兄弟 我不叫学正 我姓雷 雷家 雷梦上 你小子 竟敢骗我们 鬼我们还把你当兄弟 刚才我们还想去茅房救你来着 啊 抱歉抱歉啊 要不你们俩到我这边来 你们俩闭嘴 原来你是卓墨公子 真是久仰了 久仰什么久仰 你是金口盐罗 我是卓墨多元 你不爱说话 我却能一张嘴把人说死 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这两个是我们的人 我保定了 消息已经给雷公子递过去了 好 真是 我这位二师兄啊 确实是个急性子 一听到兄弟有难 就不顾一切了 其他几个人呢 已经在路上了 另外 去查 如今进入西南道的 不止是安河 还有一股势力 在蠢蠢欲动 这些人的来路 尚未查到 但似乎 与惠席君有些关系 小谢轩 这一局 你怎么看 双方陷入僵局 却皆有变数 而那破局的关键 就在此处 我也不想拦你生意 可你是冲着那座宅子里的人来的 我是他朋友 虽然我知道 他这人最怕眼泪朋友 但所谓朋友 只凭一根手指就挡住了这千军砍刀 霹雳唐雷家果然名不虚传 雷门精神指 雷门精神指 一指三畅 这一畅 叫不离 第二条 我说回我方才的话 我就算用了刚才那招 他也死不离 当我一定会死 凯冬局 你怎么一点也不经验 这武功很新鲜吗 他是个学武的 会有这么点本事不行 感情你真的是一个高手 第三场 抢精神 谁 八位公子中来了五位 还有两位在幕后支援 希望齐萱这次能谨慎些 你还是先去和他会合吧 这里有亲人 是啊 有我在这里 你就放心吧 小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宗主交代过 玉晋 这恐怕不是我父亲的意思吧 他更在意的 是任务的成败 就让那家伙磨练一下吧 况且 北离八公子 咱们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玉晋 小姐 待护送结束 我自会过去 再说 燕家不是还请了别的帮手吗 好久不见 真婆婆 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 他什么时候 刚刚来了个阎王 这个是谁 孟婆吗 孟婆你蛋 没听见他们叫他真婆婆 真婆婆 就是她的名字 小子 我们两个合手 你的胜算不大 如果石像 看在你家里人的面子上 你走 我们不杀你 这两个人留下 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 他们还这么年轻 还有很多未来可以值得期待 多好的少年郎啊 酿的酒又那么好喝 杀了太可惜了 过奖过奖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大胆 大胆 你知不知道 你毁掉了这个世情最美好的东西 那些酒 那些 世情最美好的酒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小白 你小子 在地上里演了什么 鞋 大胆 我 是 我 为之异 珍惜侯府 小谢轩 这盘棋 如此 才有点意思了 若蜂大哥 好久没看你这么有兴趣了 既然都来了 那我们 便以着天下回忆 如何 这家伙哪来的 通体盈白 常有实杖 这是 琉璃 什么 温家家主温林所饲养的琉璃 你叫白东君 你是温 温东君 好难听的名字 我不姓温 我母亲才姓温 我姓白礼 我叫白礼 东君 白礼 东君 珍惜侯府的小公子 小白 给我好好教训他们 是 公子 打得几天下不来床就行了 不要伤人性命 好嘞 公子 珍惜侯怎么也会掺和到其中来 珍惜侯又怎么样 珍高皇帝人 西南道 西南道 自己管 不好 他要喊出整条街的人来帮忙了 打他 小白 打蛇没用 直接打他 公子 小兄弟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小白 我们走 我 陪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今天还认识有很多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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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北离八公子 也妄图靠三人之力 祖西南道有心事吗 以三人之力不够 那么七人呢 什么 百媒 需及时通报家主才是 北离八公子 几乎全部出手了 你真的是冲了家里的一张义气跑来卖酒的啊 放开我们家公子 我是酿酒的 这样说才准确 这有什么可笑傲的 别过来啊 还有你 你真的就是个无家可为的老客啊 恰好在这里可以白吃白喝 所以就住下来啊 我 我 我不行 天哪 我是不是脑子抽的 还以为你们是天气城盘来的支援 这下计划全毁了 我要放 我要放 喂 你还好吧 裴全虎 都是让那个吹笛子的给害的 对吧 哪个吹笛子的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你们倒是一点也不担心被人找过来 是那个作作的公子 这位是 陆轩 你又来了 就是 一个大男人哭哭嘰嘰嘰的 像什么样子 你懂什么啊 臭丫头 你知道我伪装身色花了多少功夫吗 都被你们家公子给搅黄了 自己不行还赖别人 你又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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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的伪装已经不准了 等 看看谁来了 诸位 幸会 我说 咱们不是敌人吗 风华只说 有一位关键人物与我们会合 我却没想到 这个人竟是燕小姐 喂 我是学政 从你们启程 又一直藏在你的护卫之中 有印象吗 不记得了 公子 他还以为自己多有魅力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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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달 准备 我的 听说 乌 你 张 angular 如果 你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什么 他们都来了 在哪呢 还没来 除了我敢来接应你 剩下的人 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了 当然还有那个 绝对不会离开天启城的家伙 他负责在其后布局 并且他说了 顾剑门不能死 这是我们的底线 天启城里的那位 是谁啊 丰华公子 不错 正是那个被封为 狼牙王的七皇子 萧若丰 不然我实在想不到 有谁能调动得了 北黎巴公子 家主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的计划 放心 我们朝中的靠山 不比他弱 并且这次派来的支援 也很有意思 这就是院家找个帮手 看穿着 不像终于人的事 收用只让根不让杀 撤 别着急啊 妹妹 先探探他们的底 跟了一路呢 出来吧 好 好 好 我 好 雕虫小技 小姐 从招式上看 是暗和的人 来探我们的底貌 顾家居然找到了暗和 看来也并非全无准备 垂死挣扎而已 顾家如今只剩顾剑门一人 待他与燕琉璃成亲之后 他就会变成傀儡 不久 并会被我大哥毒死 对外则是称病而亡 而我 将作为遗孀接管顾家 既使你燕家得力 你又为何要帮我们 因为 我明白了 你喜欢顾剑门 你们燕家杀了顾落礼 只为促成当下这个局 好让你嫁给他弟弟顾剑门 我说得没错吗 你闭嘴 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为了嫁人去杀大白子 亏你想得出来 公子 跟着这种笨蛋 我们会死得很惨的 我们还是回去吧 夫人会着急的 你这家伙 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对对对对对 我怎么会和这帮家伙在一起 雷大哥 消消气 习惯就好 那你这到底是图什么呀 那你这到底是图什么呀 因为他爱顾落礼 看来我猜对了 在我小的时候 顾燕两家还算得上市角 我与顾大哥从小一起长大 我仰慕他 敬重他 几年之后我长大了 那种仰慕和敬重 就成了爱 为了争夺西南道第一的位置 我的兄长 杀了顾大哥 用我做棋子设局 那么 我便让他看看 谁 才是直棋人 家主 顾建梅若死 小姐今后当如何自处啊 属下僭越了 身为燕家的人 注定要为家族的利益而生 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 畜生 你们其他的朋友 不久之后 会送来一件东西 带着这件东西 三日之后 到我婚礼上来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公子 他好冷啊 一个失去了自己 至爱 还被家族利用 心中只剩下怨恨的女人 你还希望他能给人带来什么好感 对了 我有种直觉 兄长的背后还站着别人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但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 兄长才能够杀死顾大哥 你们还是当心些吧 啊 局中有局 局外还有高人 头疼啊 桑西 雷大哥 你救过我 这次我会帮你的 公子 小白 大丈夫 当有恩必报 可是 夫人说过 要让男生听女生的话 有时候要撒撒娇 对 公子 来来来 雷大哥 我们里面说 公子 对了 珍惜猴府那小子怎么样了 被救出城后 又不知去向 我正陪人追查 不必了 随他去 只要这小子性命无碍 珍惜猴就没有理由 插手西南道的事 去吧 是 珍惜猴的独孙 为何会来拆丧城呢 你测样 你又不武功 怎么测样 靠这小丫头吗 嗯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去破坏婚宴呢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你爷爷百里落沉 可是杀神呢 那是一言不合 就能把一万大军埋了的主 你若出点意外 我雷家非被满门抄斩不可 你可别害我 正因如此 他们才不敢动我 公子 冷静点 嗯 是有几分道理 咱们可以用抢婚的名头 先拖住他们 待我们几人 解决掉外围的障碍 就可理应外合 抢婚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嗯 怎么不行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十三岁就遇见她了 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 她还说等我名阳天下的那一天 就会来找我 好 好厉害的幻术 能进到这里来 你们也不简单哪 我这个小徒儿 是被你们给打伤的 我们只不过想邀请他 去一个地方 你的这位徒儿先天绝脉 不练武可惜了 徒儿觉得可惜吗 看来也没那么可惜 滚吧 老先生的幻术 着实厉害 可杀人这是 怕是我们更擅长一些 那我让他 张老 柔和 徒儿 师父这一手的幻术可愿学呀 不学不学 老先生 有克制 可愿相迎 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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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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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要用此事扬名了 我就是看不惯 燕家这种江湖败类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而且不问青魂造白 对我这个路人都滥杀无辜 还拿自己的亲人当棋子 若是让这种人得逞 这天下还有公道吗 这世间还有王法吗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公子 可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哎 小白 你还小 不懂 所谓大丈夫 当以世间正道为启任 就算是一件不疑 遇到不平之事也该挺身而出 若人人都只想着自己 那这世道不就乱了吗 什么情况 哎呀 不好 你女儿李寒一离家说走了 啊 不会吧 怎么回事 燕家背后有不明势力之耻 望朱军小心行事 风华 嘿 你这家伙 你这个骗子 这上面哪有些我女儿半个字 啊 你给我念念 缓解一下气氛嘛 不过 燕家小姐提到了那股势力 的确值得小心 放心吧 北黎八公子联手 就算是无双城来 也不怕 嗯 也不知柳月到哪儿了 我先去侧营 你留在此处 好 等我回来 切不可擅自行动 嗨 你还不放心我吗 那个时机 得叫呢 你看 那是 我 您 你 我 我知道 你 你 我是 事 你 我的 你 什么人 公子 就是他们了 好 闪开 听不到没有 找死 驾 来者何人 我家公子说了 马车里的东西留下 然后你就死 不然的话 好大的口气 我们可是恋家的人 我家公子说了 燕家 算个屁 我没说 公子 你肯定是这么想的 行了 别废话了 上去揍他们 我家公子说了 不废话了 让我揍你们 太弱了 你是何人 公子 那人好厉害 你不是厌家的人 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是谁 公子 怎么办 被人看出来了 早说过族人不要这么讲究 太明显了呀 没错 我们就是公子榜上 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 是我 不是我们 我已经报上名了 所以 你的呢 想知道我的名 可以 打赢我在什么 也不是男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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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我不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到了今日 看来他不会来 说到底 还是咱们太可怕 没人愿意选择 我说 这西南道 如今就是一滩浑水 这里的买卖 不错也罢 我们暗和这些年来 风头太盛 树敌过多 若不拉拢一些盟友 早晚会成为众矢之地 行了 别总是启人忧天了 我调查过 这西南道背后可不简单 朝堂和几大世家 都有插手 咱就别在这添乱咯 万一组了人家的好事 说不定 买卖没做成 自个儿却赔个底掉 你来 就是说这些废话的 哼 老头子已经知道这边的情况了 他老人家有新的命令 这边的事儿 就先放一放吧 我能感受到这顶剑 不同寻常的气息 有幸得见风华绝代的柳岳公子 可要好好切磋一下 公子 又来了很多人 他 轻敌了 快跑 快跑 快 站住 你们这帮不讲义气的 在杀你之前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我想看看你的脸 你是墨尘公子 墨小黑 你也来了 废话 轻敌了 我们面对的可不是西南道的人 无妨 你们两个 一起来吧 狂妄 他们到了吗 回家中 前日发来消息 他们已在路上 还帮忙铲除了几股不服管教的小帮派 好 家主 数数下多问一句 这些人究竟是何来的 这你就不要多问了 只要我们全力配合 这西南道 以后 便是我燕家的天下 你回去吧 看好小姐 保证婚宴别出差错 至于其他的 自有人解决 是 北黎巴公子 不过人子 你们两个 也太跌学堂的份了 怎么跟师兄说话的 你来 燕家的幕后黑手 总算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求助武功露属 不像是中原人士 此物我们势在必得 阁下可否相让 好啊 那得看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 遗憾 小黑 去抢马车 还是 我 全力 我们 他 有 就是 嗯 阁下好伸手 我有一招 请阁下赐教 警官 守夜 请阁下赐教 你怎么来了 我还没尽兴呢 小姐有令 撤 什么 为何 少废话 这是命令 刚才还一副 不肯退让的样子 现在却突然放弃 奇怪 先不说这些 若封大劳员 把我们叫来 应该不只是帮建文吧 那是自然 我们的目标是 平息西南一道的混乱 而那混乱的根源 正是沐浴航 燕家的当家人 燕别天文 正是 此人为了权利 无所不用契机 不仅用卑劣手段 害死了剑门的兄长 还勾结了外部势力 若让此人得逞 必会动摇国之安危 看来 于清于理 我们都得解决 这个祸患吧 姑子 师弟 去看一下剑门兄长的尸首 是否安好 你才是师弟 为何拦我 难道小姐 不在乎计划的成败吗 小姐自有她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来 不是为了帮燕家的吗 我明白了 我们不是为了帮什么燕家 而是让西南道乱起来 对吗 齐萱 你大可不必多想 有小姐在 咱们只需听命行事即可 那是自然 走吧 该跟李长老会合了 咱们这边刚结束 信就来了 喂 还等什么 咱们出发吧 唉 此番凶险 还是让他回去吧 林素 长路漫漫 哦 公子 我明白了 你 你明白什么了 嗨 我都明白 走了 等 等等 你明白什么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找来更好的轿子和轿夫的 后会有期 默契 糟了 怎么 怎么 为梦杀 按计划应该已经到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你们怎么在这儿 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马车呢 这么说来 我们等的是同一样东西啊 喂 既如此 咱们坐下来一起等啊 别听他啰嗦了 拿下再说 还敢用这种 本军子就让你长长记性 小狗 快讨厌 你要 不要 清除厚 往后 还是 滚 来 但 一个 你们几个也算是江湖上数得着的人 以多气少 还要不要点脸 虽说我琢磨工资也不拒你们 但你们也得讲点江湖道义 对不对 有本事一个一个来 谁也不许犯规 别听他废话 一起上 遇到麻烦了吗 罗轩 你又来了 对了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柳月呢 你们不会失手了吧 说了不让你擅自行动 放心 一切顺利 糟了 看来关在未结了 扯吧 不打了 雷大哥 咱们下次再见咯 这什么情况 太受欢迎没办法 我的腰啊 快快快 快来扶我一把 再让你胡说八道 扫废话 大把手 大把手 好好 那三个小家伙呢 放心 我真查过周围了 私里安全得很 倒是你 变了计划 也不知后一声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我这不是来不及吗 闻点闻点 行行行 公子 查到了 是三叔 对吗 苟姐燕家 谋害大哥 该死 苏黎 我明日穿白衣如何 公子 婚礼之上 岂有穿白衣的道理啊 杀人之事 自然要穿白衣 血染于上 才更有滋味 是 有 happen 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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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但我 闻 谢宣啊 父皇曾言 自他登基以来 虽天下太平 却忧患丛生 朝中有世家把政 地方豪强名利 域外又有敌寇还私 若不加以控制 必疑惑后世 可我以为 父皇所虑犹多 如今 我便以这西南一道为实 为父皇肃清幽幻 以政圣听 我便以为 都是去参加婚宴的势力和帮派 今日就是婚期了呀 西南道上的门派 本就不讲规矩 你去抢签 那还不是洋入虎口啊 不至于不至于 不就抢个亲吗 我说你是不是傻 那可是西南道龙头的登基大典呢 又说我傻 小心我揍你啊 你打得过我吗 放心吧 班里兄弟 你跟头发也不会少 雷大哥 你回来了 坏家伙 你受伤了 臭丫头 谁是坏家伙 不会是被人赌了吧 什么被人赌 明明是我赌别人 还逞强 吃一粒 不用戏 小白姑娘原来是刀子嘴豆腐心哪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包之百病 强身健体 你还吃不吃啊 吃吃吃吃 这导致 证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诺 对了 惠希君到了吗 是 它已按计划到达故府 好 既然齐言已至 那就起正吧 恭喜 恭喜啊 多谢多谢 快请进 惠希君到 拜见惠希君 公司公司啊 好 您跟我来 您跟我来 叔叔 小心行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以后这西南大 都得看您的脸色 好 三爷好气色呀 白副帮主 快请进 快请进 三爷 您这刚办完丧事又办喜事 着实忙得很呢 这不是 冲喜吗 冲喜 顾三爷 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羊是可以靠着庇护活下去 可一匹狼 要是有了做羊的心 那么不管是曾经作为对手的狼 还是曾经温顺的羊 都会杀了他的 明白了吗 这个眼神就对了 燕家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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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打当家 兄弟 感谢 感谢啊 恭喜 恭喜 家主 情况似乎不妙 嗯 进去再说 为何要撤离城门 上城门没用啊 刚得到消息 八公子已通过密桃入城 赶紧去顾驾支援 白礼家那小子若在其中 正好一病杀了 这么着急 这事要去哪儿啊 风水轮流转 今日到我家 之前你们四个竟敢算计我 今天老子定要讨回场子 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哎 兄弟 人家没算计你 是你自己跑人家献成里的吧 哦 对啊 哎呀呀 太丢人了 李嘉 你们闹够了没有 主公 既为公子如此作为 不知其背后的家族是何想法 那些可都是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 是否该找惠希君商量一下 恭喜啊 颜子当家 恭喜恭喜 啊 各位 他们来死本就在意料之中 挡住便可 待婚礼结束 目以成舟 能奈我何 所有人的字 咱们走 嗯 哎呀 哎呀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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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身段 客人还没到齐呢 怎么这喜严都开始了 西南道之事 不是已经成竹在胸了吗 你还在担心什么 只怕这仅仅是个开始 父皇的想法很难改变 我担心今后面临的 将是狂风暴雨 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 猛杀哥哥 咱们又见面了 小白脸 气死我了 我打 先生明啊 本公子明草有主啊 虽然你这娘子长得还算凑合 但比旧家心愿 还能收了八千里的 我一说 好啊你这父亲害 竟敢说我长得凑合 看我不把你打得心花快 什么父亲害啊 在成年人说话 能不能负点责任 我说 你在跟他们啰嗦什么呢 我就是想解释清楚 这复杂的关系 我跟我们家心愿好着呢 闭嘴 你生的什么人子气啊 你是何人 客人 不请自来的客人 我们并不欢迎 你们不请我 是因为请不起我 但我来了 你们只能以上宾待我 大言不惭 今日到场的 你是西南道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这毛头小子 能与他们相比吗 都是谁啊 小子 你若再不说出 自己的身份 就休怪我们顾家 不客气了 喂 他都杀意了 诶 淡定淡定 我姓百里 百里 哪个百里干嘛 不知道啊 小白 小白 很快 是ела 你看 可疑 libros 行 裱 囟 完 周 多 既然万古已生 百里加义在其中 那就不妨与其联合 以壮实力 我们学宫行事 向来不抢人所难 不过先然曾言 东军同我等学宫之人一般 皆有君子之情 且心思灵魂 若人 定于助我的风链阴霾 给这污浊不堪的陈世 带来一丝光亮 我叫百里东军 我 有没有资格做你的客人 这是温家的白蛇 琉璃啊 莫非 还是这些猴的小公子 不知 不知小公子来访 有事业赢 敢问小公子 真是啊 我是来抢亲的 你要远赢了我 我还怎么抢 既然你说你是来抢亲的 那敢问小公子 可认得家妹 算不得认识 那你一直轻勿家妹 我另有所爱之人 远非你妹妹 他们是人还在这儿吗 你收着点 现在是夸你小心女的时候吗 说的也是 小白 小公子 这是何意啊 我说抢亲 也没说是为我抢亲啊 我便问你 若有一人 自小和你家妹妹相熟 青梅竹马 还有些不一样的情愫 如何 你说之人 不正在眼前吗 可我说之人 身份地位在他之上 小公子 我因你是正习侯之孙 才让你三分 我让小妹加入顾家 一则 是因我两家多年世交 再则 是顾家刚失了大当家 必然也想为顾府 充一充喜 去一去这霉运 这江湖啊 可真是比我想象中的有趣 我幼时读书 看到厚颜无耻一字 一直困惑不解 今夜见到厚当家 可谓是大开眼界啊 放肆 你放肆 我就让你看看 是谁抢你的亲 小白 是公子 哦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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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鲡鲤 鲁鲁鲁鲁鲁鲁鲤把刀莲 我 你 顾雷 你这么强 刚把我藏 Bureau 这人 Chicago 这么ρεax 你要抢侵的不是我 是他 你这是在哲辱我眼珈 杀了他 要抢亲的人是她 并不是我 你这是在侄辱我燕家 我燕家活生生的一个姑娘 为了没有嫁给一个死人 那你得知道 为什么活生生的孤洛梨 会成为一个死人 怎么可能啊 前两天刚把我的丧事 这人躲在这儿 这 这怎么回事 杀了她 这只能帮我 杀了 这只能帮我 干什么 这只能帮我 没有 琉璃 琉璃 美人 美人 我殺了他 琉璃 是 灰溪君 你這是何意 他為何要出手 百里家這小子死在這兒不正好嗎 敢問 閣下是 在下妖院 乃惠溪君的侄兒 燕大當家 我們是在幫你 你若殺了鎮溪侯的毒孫 以他的脾氣 只怕整個西南道 都要遭殃啊 還望燕大當家 三思 是啊 燕大當家 這萬萬不可啊 哎呀 殺了珍西侯府的小公子 可不是兒戲啊 哎呀 燕大當家三思啊 對呀 對呀 有趣 只看著燕別天能否忍得下來 小姐已經進入故府了 你我二人也該做好準備 李長老還沒到嗎 他倒是清閒得很 你收斂一點 小心他在宗主面前告你的黑狀 哼 不來更好 有他在啊 咱們做事束手束腳 這個李長老 對小姐都敢說三道四 早萬有一天 姬萱 你們兩個 活策什麼 小公子冒犯了 這裡跟您賠個不是 但這靈舅 還請小公子歸還故家 今日之事 就當沒發生過 如何 小白 讓琉璃回去養傷吧 嗯 你傷我琉璃 還想當什麼都沒發生過嗎 那你想怎麼樣 我想怎樣 如今 顧大當家的屍首就在此處 我想問一問婚宴的兩位新人 都是怎麼想的 我願意嫁給顧洛黎 什麼 你瘋了 我與顧大哥自小相識 琉璃早已親信於他 我願意嫁給顧大哥 嫁入顧府 即便他是一個死人 即便他是個死人 胡鬧 三叔 你不是說 兄長是身染惡疾而死嗎 可這劍痕 是怎麼回事 我 我 這 這 李蘇黎 見 顧劍門 不得放肆 這是我顧家的門庭 我為何不能放肆 你知道你現在做的事 可要付出代價嗎 代價 我顧家生於危難 後連生三代 在西南道從來只做第一 不做第二 我兄長十六歲獨長大局 力盡艱心 勇盡心血 我為何年少時離家千里 奔赴天啟學藝 我們父家 又為何以傷成名 卻以我護命 只為了不妥協 不對任何人妥協 不對任何事妥協 顧劍門 你一個人死 不要拉著我們整個顧家 來人 把顧劍門給我押下去 這 三爺 三爺 家主真的是死於非命了 閉嘴 你知道我的話嗎 我讓你把他給我押下去 完了 完了 三叔 你不配做我們顧家的人 大膽 真以為你還是那個有哥哥庇護的二公子嗎 三叔你錯了 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護了 另外 現在 你真以為 顧府已經聽命於你了嗎 你知道 有些人 生來便是做家主的 因為家族裡的人都聽他的 我兄長便是這樣的人 而我 便要傳承我兄長的遺志 是 我顧家而郎聽的 獻家主顧洛里死於非命 顧府誓報此仇 不死不休 是 願追隨二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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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報此仇 不死不休 誓報此仇 不死不休 誓報此仇 不死不休 咳 只能做食魚的人 却妄图做那金龙 白丽小公子 多谢了 凌云公子客气了 内奸一出 该轮到外敌了 这些是什么人啊 怎么回事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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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罢 一起一点点把你们耗干净 直接杀了更痛快 今日之事 乃厌故两家之争 与诸位无关 若不想卷入此事 速速离去 不然 休怪我刀下无情 行行 走吧 走吧 燕大他们家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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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先行一步 我随后就来 对燕家而行 杀官顾驾 以后这西南道 便是以我们燕家为尊 Ned 已被 Theresa 他大推 可呀 可行 可兽 恩 更多 情缘 Border 核海 小心 呀 小姐 您先在这里等候 小丽 你跟随我大哥多年 忠心耿耿 你觉得 他形势如何 小姐 当年 我爹和两位兄长是怎么死的 你能告诉我吗 家主这些年为了家族 担惊截律 对您 也是爱护了解 不想说就算了 至于对我 是爱护还是当棋子 你以为我还是小姑娘 小叔 你也把我当成棋子了 你叔叔都走了 你还不走吗 怎么 刚认识我就要赶我走 没没没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叔叔让我护你周全 你不走 我怎么走 这位公子说得对 剩下的 就想给顾建门吧 咱们也该攻城身退了 那怎么行 帮人帮到底 上去打他们 你确定 当然了 但是我又不会武功 所以还是得你上 我不就是喝了你点酒吗 又不是卖身给你 小心 白武侠 你什么意思 若等到你一家独大 哪还有我们的活路啊 兄弟们 帮顾家 和燕家 被我们灭了 杀 你白骄帮要对付燕家 和我顾建门无关 好 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可老公非帮你不可 眼前还有援兵 好 我不信 我 无本事 我 是 我 不是 我不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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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éxico 胸胎好伸手 这就是那帮梦河黑手 穿得挺特别的嘛 我说 你的雷大哥怎么还没来 对啊 眼家好强的靠山 还是走为上策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顾兄 咱们江湖再见 这也太不靠谱了 算什么英雄好汉 没意气 我说 你们俩画本看多了吧 我早就料到 以燕家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称霸西南道 背后果然有人 你们是谁 西南道只能有一个龙头 那就是燕家 这人好演什么 李长老 多谢了 动手 凶手 兄弟 北林 八公子在此 谁敢揍 揍此 你也太跌分了 拍笔出了问题 难怪雷家要把你煮出家 活该 你们俩 雷大哥 终于等到你们了 小兄弟 讲意境 果然是我看中的人 兄弟 退后 我先跟他们盘盘盘 喂 我说你们燕家 是不是马蜂窝呀 哪来那么多人 要不是我们几个实力强悍 好也得耗死 但我们毕竟不是凡夫俗子 想要困住我们 没那么容易 你是来说书的吗 多管闲事的家伙 兄弟有难 我们岂能坐视不理 剑南 你得赔我衣服 还有教子和四个教夫 喂 喂 陪江湖 我忽然觉得 这江湖 有点意思了 言别贴 再这么耗下去 毫无意义 不如你我二人 一决生死 你赢 西南道 从此归你燕家 我赢 你把命留下 小子 你真以为单打独斗 能赢得了我吗 小子 我欣赏你的暗示 你能费用三十五个强的舵 不过可惜 你的剑术 比你大哥差 我赢 你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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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赢得是我顾家的剑 剑中当有奥 怎能如此软弱无力 你赢得上林云二字吧 你赢得是你 善除其 无群于天地 今于将来 作为牧师之性 安则静 卫则动 方则水 无则行 善善的知识 原始于千人与山 是你 小姐 我去去就来 萧先生 这是生死绝 可不能犯规啊 家主 老不休 竟敢犯规 当我们百姓吧 兄弟们 伤啊 罗罗索 有见着如此精彩的一战 此生无憾了 小心啊 裴姐夫 公子 别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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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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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长,这一战,燕家元气大伤,如今你能指望的人,竟只有我了。 兄长,你知道顾大哥的尸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吗? 因为啊,是我告诉他们的。 当年,父亲和两位兄长是怎么死的? 还有顾大哥。 这些年,大哥也一直把我当作妻子吧。 你,兄长,如今的直棋人,是我。 小叔,大哥已死,你还过去做什么? 小姐。 验别天已死,诸位都停手吧。 好,顾燕两家两败俱伤,西南道已乱。 我天外天正可趁势而入。 验别天已死,我大哥的仇也算是报了。 验小姐,你若是想报兄长之仇。 验别天死,还报什么仇? 继续婚礼吧。 和谁的婚礼? 他。 那验琉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验琉璃究竟,你说呢? 一往情深是真,争权夺利也是真。 这世上的事,哪能说得明白。 这,就是江湖。 这,就是江湖。 对了,雷大哥还让我去计下学宫找他玩呢。 公子,计下学宫在天启愁,侯爷不会让你去的。 啊? 对啊。 什么人? 小子,五年前有你师父护着你,今日凶想在逃。 如今顾家和燕家两败俱伤,西南道已成权力真空。 台安帝派我来的目的也已达成。 验别天这个蠢才,至死都被蒙在鼓里。 他多年的谋划,却为我做了嫁衣。 可笑啊,可笑。 我猜,真婆婆那一众也是朝廷的人吗? 嗯。 他们的目的,应该是要趁乱杀掉百里东军。 只是实力不济,不是八公子的对手。 太安帝早就对镇西侯那三十万破风军多有顾虑。 除掉隐患,那是早晚的事。 此一局本是一箭双雕。 可惜被八公子和你给破坏了。 如果说八公子就百里是巧合。 但你唱的是哪一出啊? 你不说,那我就来猜一猜。 多年前,你爹练功遇到瓶颈。 急需一先天绝脉之人做卢底。 莫非这百里东军正是你们要寻的那人? 叔叔真是耳通目的啊。 什么事都逃不过您的眼睛。 这些炒面话就不必说了。 但我得提醒你,不要节外生枝。 这镇西侯可不好惹啊。 莫因小失大,耽误了咱们的正事。 叔叔请放心。 父亲曾一年,叔叔乃通小天下局势之人。 与您合作,乃是我天外天上上之寻。 好,好,这才是明智之举。 只要你们与我合作,这天下早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清儿,李长老他们动手了吗? 是。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已经拿下了。 冬军,快走。 还钱货。 公子快跑。 小子,走。 冬军,快走。 谁?! 我 温家 温壶酒 天外天 多年未见了 你们居然还敢来北梨 不要命了吗 没想到能遇上冠绝宝的高手 可你一人 想打赢我们三个 也没那么容易 已经是两个了 什么 小大龙 你太小看我的毒术了 竟敢空手接我的血泻油龙 公子 前辈是要杀了我们吗 今日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但得答应我一件事 何事 若是再遇到我这个小外甥 让我倒走吧 我说小子 喂 醒醒啊 裴清祸 裴清祸 你怎么了 怎么样 他之前被人伤了经脉 早就是将死之人了 能救吗 他对你很重要 他是我的好兄弟 他虽然是个烂酒鬼 打架也总输 还欠着公子的钱 但他还是个好人 舅舅 舅舅 你还会医术啊 你觉得呢 那你这是 五毒断成 药王新百草 舅舅 他就能治好这家伙的病吗 谁知道呢 反正我是治保 我是个下毒的人 不是大夫 你只有时日 十日 没错 五毒断成 只是暂时压制你的伤势 十日一到 毒性发作 不到一个时辰 你就死透了 先从肠子开始烂 很刺激的哟 怎么样 这一去啊 可能真的不归了 我本以为 自己会死在路上 无人问津 可这几日 我见到了 如此多的英雄人物 已无遗憾 死了又如何 喂 你可别死啊 你还欠着我酒钱呢 你赶紧回家 我告诉你啊 药王不可不远 等我回来 你还瞎逛 小心我告诉你爹 你还回来啊 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放心吧舅舅 走吧 去 东军 咱们后会有期 喂 真的别死啊 放心吧 等我杨好伤 咱们一起纵马扬鞭 一罪春风 哇 啊 吓 喂 保重啊 你 哈 真是个江湖人啊 小白 你觉得我现在算是江湖人吗 不是 那是什么样的人 被你爹乱过打死的人 小白 这九四是开不下去了 公子 那我们回家吧 那怎么行 本公子还没名扬天下呢 还要名扬天下 公子 咱们现在的名声好像不太好吧 得想想别的这 站住 站住 柳月 上 裴前后 公子 小白 上 是 你家伙不在 还真有些不习惯 撤 好 好 多谢二位 客气 柳月兄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叔叔这些年经营西南道 仇敌也是不少 二位见笑了 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啊 走走走 来我酒肆喝一杯 公子 惭愧 接下来 你们有何打算 西南道一事 让我见到了北厘巴公子 结识了裴前祸 我才刚看到了这江湖一角 不如 就借此机会 走走这真正的江湖路 东军 你若真想逛一逛 我倒有一好去处 你我结伴而行 可好 什么地方 明鉴山庄 再过几日 便是明鉴山庄三年一次的事件会 届时 会把这三年造出来的好件展示出来 江湖豪客 都会纷纷前往山庄求剑 什么求 花银子买吗 银子当然要给 而且还不少 但如果光是买 那这剑也太好求了 要想拿剑 虽然还是要凭着剑上的本事 东军 听说你父亲 师从岭南剑侠陈奴依 练的是快剑 他可曾传授于你 那倒没有 本公子不好学武 但母亲为了让我防身 硬是塞给我个师父 无奈之下 算是学了一招办事 我练给你看 这是北刀罗三城的 他的名号 威正关外 你娘可真舍得花钱 没错 杀个鸡没问题 杀鸡 我看你是不想好好学吧 那是自然 所以 我请他喝了杯酒 他说这辈子 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我跟他说 只要不练功 天天都有酒喝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是个酒鬼 把我家公子的藏酒 都给喝光了 但很奇怪啊 最后他挠着痒 连滚带爬地跑了 追都追不上 这是温家的血爪子 重者齐痒无比 你娘可真够狠的 哦 有道理 所以你 还会点别的吗 嗯 看好了 怎样 这是百里乘风的 独门轻功 三飞燕 也许逃跑用得着 但求剑 还是算了吧 本公子只是现在 还不想练武 我百里东军做事 要么不做 要做 就做这天下第一 但我真想练剑的那天 也一定会拿个剑 先来坐坐 说得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这件事 你做得不错 以后 是西南道 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谢父皇 区区西南边陲之地 全当是历练了 不过 镇西侯这步棋 你不该下呀 你把百里家的小子 放在你兄弟身边 是为了护着他 对吗 父皇 您真的打算 对朕喜后动手吗 有的人不听话 就该敲打敲打 比如 惠西君 西南道的事 他做得不错 可惜 此人野心太大 从不住 朕不曾亏待过他 咱净生一心 朕公 我们 可悲的是 这种人 通常还自诩聪明 以为能瞒天过海 两面得利 愚蠢之心 无军无负的东西 我朕议 正在将他们千道万国 这次你们救百里东军之事 朕就不予追究了 但别再有下次 看好你那帮兄弟 不要自作主张 儿臣知道了 老七 做帝王不义 一日为君 便有一群人盯着 你若不想为人所致 便要学会那育人之道 你那几个兄弟 可还与你同心呢 是 父皇 他们与儿臣情同手足 甘胆相招 那就好 明剑山庄 乃是天下第二的造剑房 藏剑两千三百点 出明剑无数 这么说 还有天下第一了 没错 剑心种 那我们为何不去剑心种 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 哈 这不是刚入江湖 什么都不懂嘛 剑心种此去六百里 光骑马就得一个月 你确定要去 啊 那算了 我还想回家吃年夜饭呢 不然 我爹非揍我不可 哦 你爹倒是对你挺严厉的吧 唉 别提了 我爹凶得很 就知道打我 可见了我娘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你们家倒是挺有趣的 唉 那你的父母呢 我的父母 公子 还不休息吗 明日还要赶路呢 说得是 咱们还是早点歇息吧 那好吧 咱们明日再聊 好 小姐 既然温湖酒已离开 我们为何不直接动手 我本想引她去到别处 如此更为稳妥 但刚刚收到消息 惠希君已死 什么 看来 泰安递着老二 盯得很紧呢 小姐 我们面临的局势 越来越紧迫了 没错 除了北厘朝廷 江湖上 那老二也有不拘 这些年 吴双城靠着她的支持 也然成为北厘第一门派 此次事件大会 就是确立他们在江湖上的龙头地位 若是得逞 我们在此处的行动 将会更加受限 所以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盟友 用以牵制北厘朝廷 并且 世间大会上 也要阻止吴双城拔得头筹 小姐 您是要走百里家这步棋吗 雨季 你和清儿先去前东城 探听一下百里家的虚实 小姐 就让我跟在您身边吧 我担心您的安全 明剑山庄之行 有齐轩在 不会有事的 齐轩要去夺剑 哪能分身去照顾您呢 我也不放心 此次夺剑 本就是去搏吴双城的脸面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万一他们发难 你们很难脱身呢 此次世间大会 本就是年轻一辈的交流 以我的身手 在北厘同辈中 应该没有敌手 况且 明剑山庄 毕竟是中立之地 量他们也不敢任意而为 小姐的安危 就交给我吧 齐轩 小姐若有个闪失 我拿你试问 小姐 去吧 是 小姐 齐轩 以我分头行动 我们在明剑山庄会合 是 谁 白发 见到本座 还不跪拜 白发 见到本座 还不跪拜 代宗主在此 该跪的人是你 大胆 齐轩 退下 是 你还真是玉下有风啊 月瑶 妹妹 哼 你该知道我会来 魏西军的死 是我的疏忽 你说的倒是轻巧 我们布局多年 好不容易找到一枚棋子 可助我等颠覆北厘 而今 却功亏一筷 你该当何罪 此事不能全怪小姐 若非中途 闭嘴 执法堂行事 哪有你说话的份 齐轩 请代为转告宗主 我已有新的对策 我才不管您那什么破对策 我们的教规 是任务执行不力者 就要受到惩罚 是 退下 小姐 来吧 来吧 代宗主 得罪了 闪开 够了 放手 哼 一个下人 竟敢对我无理 小姐 不用你假心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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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用您假心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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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忧伤的曲子 你的轻功着实不错 扩奖了 我也听过不少曲子 但这一曲婉转多变 与我之前所听颇有不同 这是我母亲家乡的小调 她乃于外之人 自然与中原曲风有所不同 难怪了 时候不早了 咱们早点出发吧 公子 公子 你要的酒没有买到 这家九四的酒 昨日都被你给喝光了 可惜我酿的酒都被打碎了 不然一定要带一些 闯荡江湖 岂能无酒 百里修 山庄上有试剑酒 够你喝的了 哦 试剑酒 这倒是没听说过 这剑酒乃是明剑山庄独有 专为试剑大会而酿 平常是喝不到的 那还等什么 小白 出发 是 公子 殿下 无双城及江湖各大门派 已在去明剑山庄的路上 清歌公子和卓某公子 也已动身 一把先公之剑 就引得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表面是为剑而去 实则是为了争霸天下 江湖门派之间 那薄如禅邑的平衡 若是不加以控制 请客剑便会被打破 没错 所以此次若是无双城夺过来 那些未出世的江湖世家 一定也不会坐视不理 届时江湖上 又会掀起一番腥风血 唯一的办法 只有我们学宫夺得了此剑 依先生的威望 才能平息这场争断 但是风华大哥 你想过没有 难道圣上 就未考虑到这一点吗 确实壮观 不愧是天下第二的造剑坊 果然名不虚传 这些剑 大多是来拜山的剑客留下的 六十年前 明剑山庄也出过一名剑仙 叫魏长树 纵横天下 难逢敌手 十一年间 挑战失败者的剑 插满了小半座山 后来 魏长树死于昆仑剑仙的 寒暖双剑之下 常有后世剑客 为纪念这位绝世剑仙 千里奔袭而来 只为插一把剑 在这山上 有气有气 你看 那山门上还插着两把剑 这有什么说到 那是老剑仙留下的两柄剑 一柄叫竹笼 一柄叫火锋 当年也是列入十大名剑的 是神武双城啊 是神武双城来了 多一样 谁啊 竟敢撞本少爷 小子 你说什么 怎么 撞了人不说声抱歉的吗 几位 多有得罪 走 喂 小长什么 公子 没事吧 这些人是谁啊 这么小长 无双城 天下第一武城 所谓朝堂有天启 江湖有无双 这可是能和天启城 相提并论的武城 难怪这么趾高气好 臭小子 让一让 让一让 借过 秀宫酒 跑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跑啊 臭小子 给我站住 摔掉了吧 好像看不到旧老爷了 他就是读菩萨 温湖酒 没错 他是来找我回家的 咱们赶紧进去吧 几位可有败帖 呃 败帖 没有败帖 这个行吗 哦 哦 哦 那当然当然 有请 哎 你看那人 衣袍上写着 毒死你 哎 啊 哦 是温湖酒 啊 什么 就是那个一个人 毒死一座城的温湖酒 废话 别看他 哎 诸位 快跑快跑 快快跑 快快跑 快救命啊 嗯 嗯 哎 哎 嘿嘿嘿 嗯 小小 您可真是月行千里啊 这么快就把白钱货送到了 嘿嘿 臭小子 你再贫 啊 我人没听我的话 走走走 哦 老爷 你要欺负我们家公司 哎呀 妖爷救命啊 嗯 嗯 嗯 在下妖月 乃惠希君的侄儿 早文前辈大名 今日得见 实乃三生有幸 哎呀 这惠希君 何时多了个侄儿 小兄弟啊 你既认得在下 难道 不怕我吗 苏文文前辈独步天下 却是菩萨心肠 在下何怕之有 哈哈哈哈 小兄弟好胆识 不错 东军啊 啊 你小子在哪儿 认识了这么个青年才俊呢 妖月兄曾在顾府帮我们解过围 围人很仗义的 哦 好吧 既然都来了 那就继续见识一下吧 哎 走走走 高山与沧海之后 终于轮到这云天品的剑了 想不到今年一出手就是梁柄 明剑山庄可真是大手笔啊 可不是 哎呦 看着 这是御剑术啊 小小年纪不简单啊 哦 雯先生 这边请 嗯 哦 看来咱们来晚了 都开始了 呈鱼这老小子也来了 哎 这个给我拥有 哎呀 都到了云天品了 呈鱼这老小子 也能坐得住 想必这吴双城 看不上这云天之剑 哦 你之前不是说云天品 已是万中无一了吗 难道还有更好的 当然有 云天之上名为仙宫 乃是九天之上 仙宫所藏 真正的天外之剑 真有这样的剑吗 嗯 我也只是略有耳闻 我听说新任庄主魏长风 近日已有所成 看来吴双城意在此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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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圣者 灵霄派 陈飞扬 啊 这点啊 哎呀 哎呀 我 哎 搞快点 哎呀 别难过别难过 这不了三天以后再来嘛 我不管我不管 我今儿就要那把剑 哎呀 这个有点难啊 这是童童说什么呀 啊 你说什么 舅舅 这小道童好可怜啊 哎 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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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要不这饼筋就给他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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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不要在意 此子自小在门内受宠 如今受了错 也是好事吗 姑娘 在下还有一问 何事 不知姑娘可否婚配 当徒子 不嫁就不嫁吧 干嘛打我 又失败喽 还能这样 当徒子 此子有我当年之风范 日后必成大器 前辈的观点 真是育于常人啊 这不是苏姑娘吧 本公子先去叙克秀 公君 你们可不要乱跑啊 师父 我回来了 还有脸回来 你看不出来那小道童是故意让你的吗 我 回须到四国崖闭关一个月 给我好好练剑 是 师父 师父 你 雪凌听话 你去吃鸡腿嘛 师叔要去取剑了 好好教训那个臭道士 你去吃鸡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酒入口凛冽 胸利得很 喝多了可会醉的哦 无妨 好酒 不愧是剑酒 玉珍师弟马上就要生辰了 拿回去给他做礼物 阁下也是来取剑的 我无意此剑 那是 在下无双城 宋燕回 愿与高手一战 好烦啊 玄灵 接好剑 好烦啊 好烦啊 啊啊啊啊 啊 啊 谁 是谁 啊 哎 这人谁啊 你见不着吧 我没有啊 不就没见过 不认识啊 二位 何必再此浪费体力 既然是来取剑 你不认识啊 自然 要取那最强之剑 哦 看来局势有变 武双城 这次有对手了 嗯 魏庄主 有客自远方来 何不以上品代之 嗯 对啊 就是这套的美国 是 没错 没错 该如此 是啊 诸位 请诉许 这是谁啊 鄙人乃明鉴山庄庄主 魏长风 正如这位少侠所言 我明鉴山庄 却有一柄先公之剑 此剑 乃彼人近期所作 既然世剑大会 旨在鼓励青年才俊一展所长 以武会友 以剑扬名 那彼人 也不该吝啬 有请吧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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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明鉴 自天上来 此剑可杀人而不染血 入泥而保鞋境 顾名不染臣 愿有绝世公子取之 赠予此剑 不求一银 唯愿此剑 问顶剑谱 果然士兵好剑哪 请吧 吴双城 早就想会会 来 二位兄台 我们那桌 师叔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 是我这狮子怎么都吃不饱 各位愿不愿意行个方便 随意随意 来来来 一起喝 你 就来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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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若回身 还打吗 河下武艺高强 在下心佛口服 无双征 还不可思议了 长老 我败 还有哪位敢上来迎战 与我一决高下 这是厉害的 是啊 没有了 那这不染尘 就由我来领受吧 别慢 老前辈 有何指教啊 少侠武艺果然非同凡强 咱们尊姓大名 师承何派呀 在下仅为一江湖浪客 无门无派 所学皆为家传 不足道在 好个不足道哉 少侠此一战可谓名扬天下 但言语间却躲躲闪闪 莫非心中有鬼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湖浪客 来此搅局 倒像是个邪魔外道所为 齐轩 不要再说了 赶紧走 回上去 是 前辈 莫不是输不起 休要呈口舌之力 我再不说出自己的身份 你莫怪我无双成不客气 这老小子 果然一切 不是比武论剑吗 怎么成全欧了 你看那人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朕听闻 你的那帮兄弟去了明剑山庄 这件事 你为何不报 说话呀 父皇 师父和师兄的 还听你那好师父 纠结几大世家 就是在对抗朝廷 对抗朕 朕看你是昏了头了 父皇 说儿臣斗胎 儿臣以为师父所作 乃是维系世间正道 并非危害社稷 几大世家 也皆为国之动量 住口 天下间 只有南爵 北蛮 以及天外天这等御外势力 才是我们要防范的一人 住口 老七 你终是身处迷局 而不自知啊 萤火之光 岂能与日月争悔 而耻部抖宿 却如祸起萧强了 朝廷的隐患 到底为何 你明白吗 儿臣 明白了 这无双城已多欺少 外面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 无双城早已不是当年的无双城了 如此作为 仅能赚大声势 用那名正名顺的假剑 好送去 无双剑阵 嗯 哎 妖玥 你去哪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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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天下第一武城 这么多人打一个 未免圣之不武吧 阁下是何人 莫非是其同党 江湖传闻 无双城乃宁门大宗 今日一见 甚是失望 这位兄台已实力夺剑 本无不妥 天下英雄有目共睹 可你无双城 却为一己之私 毫无道理 真是一群 道貌岸然之辈 住口 公民小辈 竟敢毁我无双城的声誉 给我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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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军 小子 你是何人 无耻之辈 你还是想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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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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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堂 这是朝堂之事吗 诸位还记得吧 当年西处勾结北雀 禁犯我境 多少正道人士 死于他们之手 今日 这珍西侯居然 窝藏西处见仙 这是要作甚 只是谋反 西处见仙 这么说 那小子刚才用的 是西处见割 难怪我觉得这剑法奇特 不似北雷武功 这么看来 西处见仙如今 是在珍西侯的地方了 舅舅 我是不是闯祸了 你酒醒了吗 前辈 此地不宜酒了 你的事 咱们之后再说 师叔 我们现在怎么办 西处见更现实 局势未明 还是先通知师尊 再做计较 我们走 嗯 师父 我们要不要上去 静观其变 诸位 咱们今日将这小子抓住 让朕西侯给个说法 小子 西处见仙 是不是在前东城 带我们去见你师父 程老爷子般弄是非的手段 晚辈当真是自愧不如 想不到堂堂天下第一武城 却是些张头鼠脑之辈 无礼 公子 我们怎么办 温前辈可是能堵死一座城的人 咱们在这里帮不上忙的 好吧 小白 咱们先离开这里 小子先走 还不快走 磨蹭什么呢 你还有心思顾别人 你 好 你 好 你 好 你 我从不欠人情 快走吧 多谢 小姐 你先走 你自己小心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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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几位 跟我走吧 抓住她 是 宋教公子来了 快年轻心中 莫掌门 好大的杀气 雷大哥 小兄弟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老轩 我们 闭嘴 我电号 你保护好他们 孟莎 你又欠我一次 记得还哦 来里小弟 放心 有鸽在 外人 伤不得你一根毫毛 雷大哥 多谢吧 卓墨公子 你们学宫也要参与此事吗 墨掌门此言差矣 我们学宫做事 向来是平心而动 这位小友 乃是在下的兄弟 正所谓 兄弟有难 岂可不帮啊 还请莫掌门 看在先生的面子上 啰嗦 留上 是 是 这 兄弟 我向来不打女人 怎么还是撤吧 快跑 尝尝我雷家的霹雳烟花蛋 这小子 师父 当下的局面 我们采取其中 是否会营火烧身啊 不要多问 追 小黑 想不到百里东军 也去了民间山庄 看来此事 又有面数 笨 圣人言 静坐长思几步 闲谈莫论人非 背后一论别人 可不太好 小谢轩 小黑哥 能不能不加个小字 你平时说话 都是两个字 为何一到我这儿 就变成三个 小谢轩 好久不见了 怎么连你也这样 我好歹是 山前书院的首席弟子 给点面子行不行 行行行 首席弟子是吧 那你来说说 这事如何解决 也许 他去明建山庄 也不是坏事啊 哦 你说若因这小公子 把火引到了 镇西侯身上 那可就不是 江湖之事了 这江湖也好 朝堂也罢 本就是一回事 这天下之事 辩则通 通则达 故 若能因势力道 这辩数 亦能为我正道所用 再来 好难缠 我琢磨公子 生平还是第一次 被这么多姑娘追 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你到现在还能开玩笑啊 我没开玩笑啊 丫头 你看 我都不敢放他们 姑娘 请自救 你还是有家事 你发什么愣 抱歉 抱歉 小子跟我走 闪开 丛云 你什么意思 怎么 你们灵霄派 想要渔翁得利吗 我们灵霄派做事 向来问心无愧 不像某些人 只是为一己致死 我舅舅呢 成瑜这老孩 倒是很会鼓惑人心 杀也不识 若杀也不识 没笨法 你躲开 是 前辈 诸位 想要解毒 去温家找我 五百两余位 一个字都不能小 快走 快走 赵老 他们跑了 小子 先飞你经脉 看你还怎么逃 快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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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乖徒儿 捣完了没 过来扎针 都说了不做你徒弟了 哪有大夫救了病人性命 还要病人留下来学医术的 不学也行 你把诊费给付了 我 算了 吃人嘴短 拿人手腿 药得我自己猜 熬得我自己熬 我这病看得还真 今天可有你受的 也不知道东君那小子怎么样 快点进来呀 来了 来了 我们走吧 去 张老 那晨曦后的小公子如今这下山崖 如何时候 下去找那小子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 老匹父 竟敢把我的兄弟打下山崖 老子跟你拼命 你们把我外甥怎么了 救老爷 快救救公子 他被那个坏老头一场打下去了 你说什么 二位 劳烦带着他下去找我外甥 是 前辈 救老爷 走 走吧 小人 将你的命 好痛 你醒了 妖玉 这是什么 这是哪儿啊 山崖下 你忘了吗 卑鄙小人 你怎么样了 无妨 所幸 这山崖直被繁忙 我们才躲过一劫 姚月 多谢你舍命相救 爱丽兄 你好好歇息 我还需调息一晚 明早我们尽快离开此地 怎么 想问你师父的事吗 你说 我师父真是西楚清仙吗 是又如何 不是 你又当怎样 我八岁就遇到师父了 他不但教我酿酒 还教我做人的道理 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 所以 无论他是谁 师父就是师父 永远不会变 可世人却不会这么撒 只怕 你师父今后再无安宁了 事情是我惹的 但若世人 真要借此对师父不利 那我百里东军 宁与这天下为敌 也绝不退缩 但 当年是我爷爷 带兵灭的西楚 若师父真是西楚见仙 爷爷不可能不知道 莫非 是他故意瞒我 这些事 你回去一问便知 又怎么了 五年前 我见到了这世上最美的女子 知道吗 她也有你这样一双眼睛 师父曾说 这世上有一种易容之术 想要破解 就看眼睛 皮相能画 但眼睛不能画 尤其是这样的眼睛 更是世间独一无二的 我真是你 我真是你 只靠眼睛就能识破我的易容术 看你还不笨 既然你知道我在骗你 还不走吗 我为何要走 你又不会害我 不然又怎会救我呢 你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早晚会吃亏的 人心虽躺在里面 但眼睛直通人心 一个人是好是坏 眼睛就能看出来 你是仙女之心 一定不会害人的 原来你是这么会和女孩子说话的吗 没有啊 其实我嘴很笨的 你来找我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冬军 我想见见你 你 你不问我要去做什么 我信你 又何必多问 来 冬军 我向你保证 绝不会伤害你所珍视的人 也包括你吗 你小小年纪 跟谁学的这些油腔花雕 我说的是真的 对了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五年前我忘记问了 月瑶 月瑶 这名字真好听 你看 我没有人 我没有人 后来 你 真的 我没有人 我没有人 他没有人 我没有人 人 相当不义 但我自己 看 我 姐姐 之前的曲子 你能再吹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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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有吗 兄弟啊 老哥我对不住你啊 天哪 我怎么跟这西红交代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西红那可是杀神的 我雷加威夷 我擒而不保 老玄 我得跑路 不对 我得赶紧回去找我们家西约 让他带着汉衣回娘家比比风头 至于我 我要浪迹天涯了 阿姨 爹的对不起你 醒醒了 老玄 我雷下就拜托你去指挥医生了 你还有完没完 你看这是什么 是不是木头吗 都是木头了 你还让我去开心 你给我冷静点 这明显是昨晚人进的 他们应该还活着 罗轩 给我滚 找到了吗 温前辈 请看 他们应该还活着 病气已经离开了 这么说公子没事 太好了 温前辈 接下来当如何 以振袭侯府 再加上温家的使命 那些江湖门派 倒不足为决 不过 我倒是担心朝廷的态度 前辈不必犹心 为洛轩 即刻返回天启城 与若风商议 定有法子可以化解 那有了二位了 应该的 丫头 那臭嫂子 现在只能去前东城 咱们沿路追寻 走 告辞 告辞 长老 朕熙侯与我们肃无恩怨 何故要与其为敌 你可知我无双城创立之初 乃是由太祖皇帝一手分封 目的就是以江湖门派的身份 镇守一方 而当下 朝廷最大的威胁已不再是外地 这 难道 为朝廷分忧 本是我吴双城分内之事 只有得到朝廷的支持 我吴双城在江湖上的地位 才能牢不可破 可长老 我吴双城 以武力派 为何要做朝廷的英权 太安帝这种殷刻之军 连自己的结拜兄弟都杀 像我们这种江湖门派 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正因如此 我们才更需要实力 当年西楚剑仙 利用他手中的要人之术 以三千残兵 挡住了破风军整整三个月 只要得此秘术 我吴双城就有了倚仗 你明白吗 可那要人之术 毕竟是邪术 此邪魔外道 当为我民门众派所不齿 若用此术 我吴双城与魔教合议 燕晦 成大事者 怎能举小节 恕弟子愚钝 弟子实在无法沟通 你 弟子有伤在神 先行告退 杨晦 大师兄 师兄 你管他 让他走 长老 我们赶到时 那小子已经走远了 不过 我们已通知叶师兄 好 好 想回前东城 没那么容易 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这位姑娘是 你们到底是谁 这位姑娘 还请让开 这是我与这小子之间的事 若是冒犯了姑娘 可就不美了 装模作样 不会又是无双城那帮无耻之辈吧 住口 这位姑娘 你确定没搞错 他真的是珍稀后的独孙吗 嗯 没错 就是吧 估计是画本看多了 不太聪明的样子 谁不聪明啊 哎 少啰嗦 嗯 姑娘 你当真要插手死侍 在下 也只好无礼了 你们几个 一起上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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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概 被 独horn 小子 让你尝尝我的无双刀军 看你怎么赌 让开 别宫子 让你尝尝 怎么可能 回去告诉长鱼老二 再敢使阴招 小心我镇西侯府 怕平礼无双创 小子 这事没完 咱们走这手 好啊 本公子随时恭候 姐姐 你看我有没有点 见仙的风帆 姐姐 你还好吧 臭小子 公子 舅舅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的 公子 咱们以后别再乱跑了 这位姑娘是何人呢 看来伤得不轻啊 公子 哦 我明白了 你就是那个妖月公子 对吧 前辈好眼睛 小姑娘 你们天问天此来的目的 我也能猜出个一二 无非 无非就是想搞合纵连衡那一趟 我一个外宿人 本不该过问 只不过 如此作为 必会置镇西侯府于险境 温前辈 即便我们不来 镇西侯府 也已处于风雨之中 好吧 那就由镇西侯自己定夺吧 但 若是敢对我外宿无力 灭了你们天问天 舅舅 这位是 哦 我已经知道了 回家再说 啊 啊什么啊 还不快去扶人家 哦 哦 舅老爷 这人谁啊 姐姐 我扶你走 嗯 我公子 我扶你走 我来吧 不用了 嗯 嗯 姐姐 你是谁啊 小白姑娘 这么快 就不记得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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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吗 是 说说看 回禀父皇 儿臣以为 振西侯应该不敢与西楚一面勾结 至于那西楚剑戈 若仅凭此一事 便认定振西侯有谋反之心 恐不能服众 这么说 你认为振西侯无罪 不 他起码有失察之责 儿臣只是觉得 此事当谨慎处置 若仅凭于此 便问罪于振西侯 恐生便输 父皇不妨派一得力之人 去前东城 一探究竟 是 好啊 那你 就带朕 先去看看吧 是 姐姐 这就是前东城啊 城门口怎么聚着这么多人啊 终于到了 喂 喂 陈大叔 陈大叔 给我抓住他 是 大胆 就这样对你们的小公子们 看手 买了你们了 我爷爷在哪儿 叫我爷爷来 小白去找我爷爷 公子 这太紧了 我手都麻了 这是谁呀 要我放出来 我要你们好看 这是你 还有 老侯爷的独孙呗 那个小霸华 还又回来了 公子 陈叔 干嘛抓我家公子 喂 先生 怎么 戒严了吗 是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侯爷尚未归来 世子爷 当然要有所准备 这位就是小公子的救命恩人吗 来人 夫人说了 您救了小公子 是镇西侯府的恩人 请上车吧 好 多谢 圣上 您派七殿下去乾东城 是否 区区一个镇西侯 如何能与国本相提并论 朕的江山 需要一个合格的继人者 希望他这回 不要让朕失望 后面的事可准备妥当了 是 陛下放心 那人给的消息向来准确 朕歇侯府的动向皆在掌控之中 好 武双城这次做得不错啊 懂得顺势而为 这戏 还有得唱 宁念上的 交给老七吧 至于那阿渣的事 就让地沟里的老鼠去啃吧 老头子是不是糊涂了 这种买卖也敢接 你怎么这么多话 你之前还说 咱们暗和树敌太多 这回可倒好 杀他孙子 朕西侯那老头 还不得把咱们错过杨晖啊 做老鼠 终究是见不得光的 你还想在这阴沟里待多久 哦 两位妹妹回来了 禀告首领 百里东军已回正西侯府 我 开门呐 放我出去 开门我有话说 喂 开门呐 叫我爷爷来 开门 百家的玩意儿 你还有脸回来 这是我家 我为何不能回来 臭小子还敢停嘴 说 西南道是怎么回事 西楚剑阁又是怎么回事 你们都给我说清楚 哎呀 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 你赶紧放我出去 本公子还有急事呢 看来 明剑山庄之事 被吴双城借题发挥了 哎 这孩子 真不让人省心啊 我说妹子 这事儿 可怨不到这小子 这吴双城的背后 是朝廷 我看 是皇帝老儿 耐不住性子了 当年 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杀了他的异地叶宇将军 如今 又顾忌重施 轮到他的义兄 镇西侯了 事情仍未到最坏的地步 还是等侯爷回来 再做计较吧 对了 东军的师父 你之前没查过吗 是想查来着 但被侯爷拦住了 说是他的故友 再说 就是学学酿酒 我与成风 也就未在深究 不曾想 此人竟是西楚渐兮 你们家老爷子 藏得够深的呀 如今此事已是天下皆知 用不了多久 江湖上那些蜀雀之辈 便会闻风而至 而朝廷 也必会有所行动 外面的事我倒不担心 我只怕 这府中 不安宁 小姐 太阳帝已派狼牙王萧若峰 赶往前东城 一旦狼牙王进驻前东城 我们与镇西侯的合作 便无从谈起 清儿 传我命令 让齐璇和羽继拖住他 待我与镇西侯商谈结束 我们与此处会合 是 来 这些人 来 这些人 这些人 要是 为了 你 这些人 有 要是 既然 这些人 蜀雀 和羽继续 那些人 我正在帝国 是 不爱是的 你看 早说不让你看了 我说你们 要不是我 这一路上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杀手 谁帮你打跑 是天外天的人 狼牙王萧若峰 你们这帮北阙余孽 胆敢拦我北离朝廷的车架 是连天外天都不想呆了吗 你别动手 他是我的 人生如棋局 稍有不慎 便会安安皆输哦 老家伙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吧 这一局 才刚开始呢 接下来 可都是险路哦 别说话 端枪一二 不头不头 也不是书业 回来回来回来 算了算了 这局我算你合了 合了 你又来这头 老东西 人这一辈子 就如那白鞠过戏 浮华一世 也不过刹那 很多事 还是得放下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哪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那好 去穆良城的事 你准备一下 老夫 得回去看我的乖孙了 老东西 那臭小子 这些年辛苦你了 侯爷 吴双城与各江湖门派 借已派人前来 朝廷的使者 应该也快到了 回虎 好剑法 你是在拖延时间 之前那些拦路的杀手 也是你天外天的人吧 此等作为 与山匪强造之流无异 可见你们魔教 也不过如此 脚蛇如簧 我今日便割了你的舌头 看你还如何 逞着口舌之快 这些人 不准备 令狐剑法 狂门走到 你是不是狂门 打你的命来之处 启萱 可以了 小若风 我记住了 咱们的胜负 就留待下次了 看来 这天外天果然还是想插手 前东城之事 此去恐怕没那么顺利 师兄 辛苦你跟我走这一遭了 说什么呢 还跟我客气 你辛苦我 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回头请我去百花阁喝酒啊 别让你嫂子知道就好 好 等回到天气 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一杯 等等我啊 陛下 那帮北阙余孽 常年困于苦寒之地 必不会甘心 辞去前东城 定会有所谋划 嗯 谋划好啊 就怕他们不作为 一帮盈盈之辈 稍微给点耳料 便蜂拥而至 哼 朕 这回就是要看看 这步棋 他记下学功 怎么结 算是卡 滚 你 你怎么在这 公子 夫人不让你出去 哎 嗯 盛德 你这家伙 本公子忙了一下午了 你怎么不吭声啊你 公子 夫人说了 只要你不出来 干啥都行 我都这样了还能做什么 把门给本公子打开 不然有你好看的 开门 开门啊 你知不知道这正西侯府谁当家 嗯 夫人当家 那公子 你好好歇着 有啥事叫我啊 吴总啊 我让你开门 你去哪儿 开门 臭小子 回到家里玩 笑笑 什么 老爷子这么早就回来了 怎么 我回来你不开心吗 爹 您这是哪里的话 嗯 爹 这成何梯筒 成何梯筒啊 梯筒个屁 老子就是梯筒 可 儿子又没做错什么呀 哼 还敢顶嘴 关我孙子 就是不对 嗯 嗯 爹 把那小子关起来 是儿媳的主意 嗯 啊 是洛玉的意思啊 嗯 这么说来 这小东西也确实该管教一样 啊 洛玉啊 你做得对 啊 爹 儿媳又一事不明 还请您解惑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爹 您是不是先帮儿子解开 说正事呢 你先等着 哎 哎 爹 东军师父一事 国语成风都已知晓 当下 朝廷必会与西楚剑仙之士为要挟 再提东军入天启为制 嗯 我与洛玉 更担心东军会有危险 哎 我戎马一生 终于等到天下太平 本以为 我当年受的苦 都会化为东军的福气 让他平平安安一辈子 但现在看来 却是妄念呐 啊 你不是来放我出去的 想什么呢 现在放你出去 你娘非毒死我不可 那你来干嘛 来跟你道个别 舅舅 你要回去了吗 嗯 东军啊 经历了这么多 你也算是一只脚 踏进江湖了 这算什么踏入江湖 刚迈出一步 便踏进了别人的局中 哎 我本想出去看看 没想到 你这猫头小子 踩入江湖 哪能不在的跟头 舅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吃了不少亏 可这次 不是那么简单吗 怎么 怕了吗 那倒没有 只是被关在这儿 什么也做不了 让我恼火得紧 舅舅 我不要做那龙中娘 我百里东军的路 要自己来走 说得好 你以前 总是嚷着要名扬天下 我只当你是孩童之业 但从今日起 你百里东军 是龙是虫 便让这天下 好好看一看 走了 舅舅 我娘那边你怎么交代 舅舅我没来过 至于天外天那姑娘 也算与老夫有些渊源 就由我亲自去见一见吧 爹 你应该不会 真要与天外天联手吧 成风 别自由主张 咱们等等看吧 那好吧 我先去城门看看 你还是看好那小子 别再惹出什么事端来 还好我脊梁 要不然小公子早跑了 就当我没来过 你好像是小公子 小公子 小公子 师父 师父 哎呀 臭小子 在家里都上不下下跳的 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啊 小公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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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呀 哎呀 快 别跑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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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跑 快出烦火 上去他们 这边 快进去 母后 荣儿 青儿 每天之后再住 听话 这沈达腕 不是皇后 就是贵妃吧 抓着她 一定是大功一箭 住手 将军 你们下去吧 是 皇后娘娘 想不到 今日再会 是这种情形 叶将军 不必多言 要杀了我 西庭尊备 姐姐 你走 叶将军 我 叶将军 叶将军 是 事情到了这一步 是我北雀国 旧游自取 还望野将军 看在同为一族的份上 你不杀待我国子民 你不杀待我国子民 来人哪 让人抬走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好秦生 真乃天籁之音 好秦生 但此许 却暗藏杀鸡啊 侯爷 久违了 嗯 这秦生 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她拥有绝世之姿 碧月之貌 鄙诗白小堂 还有秋水榜 平定天下美人 而那名女子 便位列第一 哎 可惜 红颜薄命啊 私人已逝 侯爷风采 却不见当年呢 小姑娘 上一辈人的事 自由上一辈人来解 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性命 好好享受 这人世繁华 不好吗 侯爷 危局之下 安妇完乱 这世间哪还有一片清静之地呢 况且 暴雨将至 不知侯爷 是否有所准备 不知侯爷 西楚剑阁县市 无双城罚难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联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人 绝对有问题 那个小公子身边的人 嗯 就是他 不然百里小兄弟 也不会使出西楚剑阁 师尊 我觉得成于所言 并非空穴来风 此人 与那无名剑阁的身份 却有可疑之处 收留西楚剑先 孙儿身边 还跟着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这镇西侯究竟想做什么 师尊 你说 这镇西侯 难道是想模仿啊 唉 世间方平二十才 祸乱又生 受苦的 还是天下苍生啊 嗯 你行 你去一趟前东城吧 务必把西楚剑先 给为师带回来 啊 我才回来啊 为什么又是我 哪那么多啰嗦 让你去你就去 呃 师尊 徒儿也想认真修道啊 你认真修过吗 啊 你若是好好修道 梁玉榜上 能都是祭下学功的弟子吧 呃 修道之人 不问世事 争什么名位吗 你说什么 啊 啊 师尊 我们为什么要插手此事啊 我与这西楚剑先 是旧识 本以为 他以命运落丧成统 不曾想 今日又听到故人的消息 你行 去吧 好嘛 师尊 既是如此 那我去便是 嗯 什么 去外公家 没错 今晚就出发 这里的事 你别管了 小白 你去准备一下 嗯 我不走 又犯患 小白揍了是不是 娘 我现在真不能走 公子 此事因我而起 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况且 他们分明就是为师父而来的 我更不能弃他而去 这件事 也不仅仅是你师父的问题 我知道 朝廷一直对咱们家多有忌惮 如今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但 君子独处 守正不挠 我相信 这世间正道 不会被埋没的 你去哪儿 公子 先去把师父救出来 就让他 去见一面吧 姐姐 这么匆忙 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见我师父 姐姐 你与爷爷谈完了吗 嗯 爷爷怎么说 君子藏气于身 待时而动 天下有道则献 无道则也 嗯 不明白 什么意思啊 小孩子 不明白就不要多问 倒是你 见到师父 打算怎么做 我送他离开 然后就回来 你要送你师父走 嗯 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我不管结果会如何 他是我师父 我必须护他周全 也许 古先生并不这么想 为何这么说 这里是楚国的故土 从他来到这儿的那一刻 或许就没想过要离开 姐姐 你等我回来 我还有话要同你说 小姐 清儿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去迎接吴法 吴天 两位尊师了 小姐 我们完成了任务 宗主为何还要派两位尊师前来 也许 这并非我父亲的决定 您是说 这是几位尊师的意思 走吧 等他们前来 自有分枭 是 诸位 我珍惜侯府 怎会窝藏西楚余孽 此事 纯属无稽之谈 还请诸位 明辨是非 早些回去吧 世子爷 您刚才所言 略有不妥呀 贵府小公子 在事件大会上使出西楚剑歌 此事 天下人有目共睹 我等来此 正是为了弄清原委 还你朕西服以清白呀 放屁 爹 侯爷 你这老小子打的什么主意 我还不知吗 反我清白 呸 狗屁 珍西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若不是你乱嚼蛇根子 屎盆子能扣在老子头上 妈的 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来来来 跟我斗他个三百回合 爹 神父将 随时戒备 若有意味 杀无赦 是 世子爷 我爹这抱个脾气 不过也好 秦贼先秦王 去 秦贼先秦王 下 bird 义父 朝廷会怎样我不知道 那你 今日必会命丧于此 二位住手 不行 我孙子哪儿都不能去 朕熙侯好大的口气呀 事到如今 你孙儿去哪儿 已由不得你 承宇 若不是七皇子在此 你信不信我一刀劈了你 你 两位前辈 皆是我北离之住室 莫要伤了和气 成长老 不如让我与侯爷 单独聊一会儿 您看如何 那好 既然狼牙王发话了 老夫就先行告退了 成长老 请随我来 侯爷 若古前辈与白礼小兄弟 继续留在前东城 必会让侯府陷于险境 不若去到天启 由我学功庇护 更为稳妥 敢问狼牙王 此来是代表朝廷 还是学功呢 看来 侯爷还是信不过我 小若峰啊 师父 您知道这件事了 我 我 你 不认为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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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明日我便动身 木梁城 那不是做孤城吗 稳妥吗 你这孩子 连你爷爷都信不过了吗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好吧 他们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我瞎着急 既如此 师父 我给您当护卫 送您过去吧 你又不会武功 当他哪门子护卫啊 东军啊 你可曾想过 为何你去到哪儿 这麻烦就跟到哪儿啊 从西南道开始 到明剑山庄 再到如今的前东城 圣上支的好大一张网啊 是啊 这是父皇的大局 目的不仅仅在 西南异域 而是江湖 是朝堂 更是学宫 这是一场 对整个北梨的大戏牌 我明白了 所以这些年 你联合各方之力 就是为了 我北梨出定二十载 我担心 父皇此次洗牌 将会引发连锁反应 动摇国之根本 届时 像天外天 南爵 北莽 这等域外势力 便会趁势而入 天下 将再次生灵涂炭 可是 这镇西侯 不信任你啊 这也正常 毕竟 我是以朝廷的身份来的 父皇的授意 就是要考验镇西侯 信与不信 都得教人 不然 就是谋逆大罪 我看 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吧 没错 通过此事 父皇也要看 我到底站在哪边 最是无情帝王家 你爹可真够狠的 这是要把你家 在火上烤啊 兄弟 你可比我惨多喽 师兄 无论如何 二十年前的战火 绝不能在我们 这一带重燃 想不到 太安帝的心思这么深 我本以为 他只是对我百里家 多有忌惮 现在看来 这天下 不得安宁了 王图霸业 不过是过眼云烟 受苦的 终究是黎民百姓 二十年前 西楚国主 联合北雀 争霸 争霸天下 结果 落得个 国灭身死的下场 而我也身受重伤 你爷爷念及旧情 将我救下 对外瞒下了 我活着的消息 把我安置在 这洛桑城中 洛桑城 看我当年的西楚国都 早已改名为 如今的乾东城了 想不到是这样 白波争祈祷 清雨或臣服 是人若只顾眼前之力 这世间 何时才能得以清明 是一把好剑哪 徒儿 有了这柄剑 以后是想学武吗 我没想好 那就要好好想清楚 正所谓 认出必有因 归竅必有果 当你拔剑的时候 必须知道 自己为何而出击 天地有正气 杂然负流行 下则为何月 上则为日星 愚人约浩然 佩乎塞苍鸣 网路当轻仪 寒河吐鸣亭 知穷劫乃线 一一垂丹青 师父 好剑法 这傻小子 酒量渐涨了 他对你感情很深啊 你当真不走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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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老家伙 我老了 不想再折腾了 我的故土就在此处 自当魂归故里 再会了老朋友 老东西 爹 洛鱼啊 你跟这小子先回娘家吧 不 爹 不要与成风在一起 洛鱼 小白 事不宜迟 你们先出发吧 夫人 走吧 是 夫人 既然 郑西侯对我们有所顾虑 他必然不会将百里小兄弟和古前辈交于我们 古前辈那边不必担心 我会亲自去见他 至于百里小兄弟 在如此情形之下 他只有一个去处 走 夫人不但没罚我 还给了我这么重要的差事 还是信任我呀 这一回当管家 发大财娶老婆 没法了 哈哈哈哈 嗯 这雾怎么越来越浓了 驾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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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迷晕了 喂 丫头 小兄弟 醒醒 雷大哥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师父呢 小心 这是 这倒是有点意思 之前没见过呀 这是安和穆家的秘术 玄霄丹雀 死在他之下的人 不计其数 这么厉害的吗 喂 胡吃鼠辈 有本事站出来 你真面目是人 别在这里装神弄鬼 我说 小心 雷大哥 道理我都说了 剩下的靠你了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傻 坐 我帮你拖住一刻 你让我所说之法来控制 什么 雷大哥 我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你也算世间少有了 少路走 坐 那好吧 我该怎么做 白丽小弟 你记住 任何幻术皆有阵眼 阵眼所在 即是颇深的关键 那要如何找到阵眼呢 佛将有云 有心无相 相由心生 有相无心 相由心灭 木家的幻术 就是要隔绝一界真实的事物 所以这时候 你要放弃你的五感 用心去感受周围气息 好吧 用心 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军先 是你们 雷大哥 我看到了 他们在巡位 好 跟我一起把他们逼出来 想跑 追 谁 暗河 送葬师 送葬师 暗河年轻一辈中最强的杀手之一 与直散鬼 苏木屿齐名 看来我还挺有名的嘛 不过 难得见到大名鼎鼎的卓墨公子 想不到 竟是个落手催花之人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 我呸 你这暗河的杀手 凭什么对我说三道四 送葬师是吧 今日 本公子就给你送葬 出招吧 雷家人脾气都这么火爆的吗 谁说我要跟你打了 你不是来杀人的 虽然我很想杀了你 可不凑巧 今日时机不对 你们走吧 你们不杀我们了 苏昌和 你这么做首领知道吗 你不是亏 没资格取消任务 你们说什么 对了 小公子 何事 好好珍惜自己的天赋 下次见面 我会亲自试试你的精良 真是个奇怪的 来 大哥 走吧 小白 醒醒 小白 公子 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师父肯定有危险 咱们赶紧回城 走 回城 公子 夫人会生气的 啵嗦 你就不能换个词 公子 你还真是胆大妄为啊 你还真是胆大妄为啊 放走了他们 大家长那边如何交代 交代什么 狐兔老头子 非要和朝廷做买卖 那泰安帝是好相遇的 咱们暗和杀了百里东军 你觉得震西侯会查不出来吗 到时候泰安帝 必会让咱们做替罪药 你忘记惠西军的下场了吗 即便如此 你也不该擅自做的 那些腐朽的规矩 还想耍多久呢 这天该变一变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这样 完了 全完了 我的人生没有高光 只有黑暗 狼牙王的情势 与圣上大有不同 看来 我吴双城得未雨绸缪了 长老 你怎么回事 接下来 我们该当如何 你且先回去 老夫要亲自会会 古尘的老伙儿 行 古先生 别来无恙了 吴双城 成瑜 哦 古先生还记得我成某人 当年落丧成头 您一箭破万钧的风采 老夫记忆犹新哪 成长老来此 不是为了公伟在下的吧 古先生真是快人快语 那在下也不相瞒了 当年西楚不过是一小国 却挡住了如日中天的北黎三军 整整四年之久 靠的自然不只是您这一位剑仙 我吴双城想要的 是让西楚真正强大的东西 要人之术 不错 只要先生交出此物 我吴双城可保你无恙 保我无恙 笑话 你吴双城向以北黎皇帝马首示战 若你们皇帝要我死 你又如何保得 至于那要人之术有伤天和 我断不会再让他重现江湖 不送 即如此 那得罪了 吴先生的幻术果然天下无双 程长老 要人之术并非善无 与之牵连 必会招致厄运 我劝你不要执着于此 多说无意 多说无意 我看你还能躲多久 大龙相令 吕肃贞的徒弟 吕肃贞 吕肃贞坐下首席大帝子王一行 前来拜会的 哦 原来是那牛鼻子的徒弟 他进来可好啊 都好都好 师尊进来吃得好睡得好 哼 就是 习气不太好 小子 你们插手此事 不怕引火烧身吗 吴先生 你怎么事啊 先生是利剑 天下之人都想握剑 而我们 却只想藏剑 想来抢剑的人 就来怕我们删了 我派 有陶木剑一心三百人 和杰镇 吕肃贞 死不量 我 怎么回事 我听说 温家有一种毒 众者初始毫无察觉 一旦运功 便会毒发 不消一个时辰 就会气血逆流而亡 来里落尘 今日是清静不得了 小道长 小道长 不如先来陪我喝一杯 如何呀 这帮人还不走 难道还要等我珍惜侯府管犯不成 看来 成瑜不出来 他们是不会走的 太多了 太多了 长老 站起来 都站起来 懒懒三散的 成什么样子 起来起来 成长老 您去找药人之术这事 若传到圣上耳中 恐怕 对无双城也没什么好处 此事到此为止 但 您若想继续纠缠 我珍惜侯府与温家 也可奉陪到底 温家的小辈 竟敢对老夫如此无力 五五双城 不会就这么算了 成长老 成长老 怎么样 是啊 成长老 事情如何了 走 还有所见 接雷区啊 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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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霍丰君不过如此 无双城亦不过如此 不错 要人之术必为我天外天所有 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爹 您的意思是 陛下所忌惮的 并不是那三十万破风君 而是古先生 三十万破风君 还不至于让圣上大动干戈 他所忌惮的 是那要人之术与西楚建戈 前者可抵兵家百万 后者可千里杀人 我这老朋友 隐姓埋名守护了东军这么多年 如今 也是该做回那 辟逆天下的人士建仙了 但在此之前 这位老朋友已经给东军寻得了一位好师父 而这个人正是记下学宫的李长生 侯爷 侯爷 不好了 小姐 这样岂不更好 是啊 小姐 两位尊士实力超群 解决古城不是问题 你们知道他们这一路都做了什么吗 这无法无天两位尊士 性格古怪 想是难以预料 只怕到时局势将难以控制 可小姐 若这是宗主默许的 咱们还是不要忤逆的好 前番 您已失职在先 若此次再犯错 恐怕 小姐 您之前做事 想来谨慎持重 此番 为何会频频失利呢 我也心存疑问 难道您是 有意为之吗 你们 齐轩 宇济 我们这一路走来 几经战乱 百姓流离失所 如今好不容易 在天外天保留了一丝血吧 难道 我们经历的苦难 还不够多吗 你们同我来 是 是 先生 西楚一面 先生要选的不是想去 而是能去的 我知道 但 很多时候 你走出了第一步 对方 就会有十步 百步 在前面等你 躲是没用的 这困局 必须由我自己来解 你走吧 先生 先生心智之间 着实令满辈佩人 是谁 终于见到古先生 快走 叶松走 怎么回事 糟了 小兄弟 你得快点啊 小心点 再来 来 来 多别 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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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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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帮忙 好嘞 李火叔 小公子 古先生不能跟你走 我劝道长 还是不要参与其中 可今日平道若是不退 你当如何 那就只好得罪了 好吧 来之前诗敦就说 这梁玉榜上 今是你学功弟子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金粮 时机未到啊 李所真次创了剑 上清剑田 王道长 你可想清楚 再打下去 就是与朝堂为敌了 贵派可担得起这罪责 平道不知道什么朝堂之事 要打便打 哪能多废话 那好 一事解释不清 速战速决 我就说早点来 这两个才有些味道 有杀技 武先生 别来无恙 还是晚了一步 这两个又是哪来的牛鬼神神 二位恭候多时了 回想二十年前 我等何战北离的情形 依稀如昨呀 不知古先生 可否再愿携手 共谋大业 携手就免了 你北阙以教为国 以武为尊 我当年就不喜欢 现在 依然不喜欢 吴先生这是在敌国待久了 忘了本门 真是太让我都失望了 王道长 你可听说过天外之天 我就 不错 要人之术 若落入他们之手 世间将再起战断 还望道长放下戒敌 与我联手抗敌 你是萧崇景的儿子 咱们这次来的不亏 听说 他还是李长生的得以门生呢 若是一并抓回去 我看武将那小子 还怎么对我们遗旨气使 你们两个孩子 退下吧 这不是你们能解决的事 当年那一战 你一提中 就算不死 也已耗尽功力 我不见你还能使出西出剑戈 强木之末 你求生我师父 好大的胆子 当我振兮豪腐什么地方 臭小子 谁让你回来的 师父 跟徒儿走吧 若您不想去牧良城 无论去哪儿 徒儿都陪着您 傻孩子 东君 你记住 为师的剑术 只有一个传人 他应该挺起胸膛 走出自己的大道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师父 站起来 师父教你最后一剑 这是 兴备入北斗 后世 石油旋径 东君 我教过你问道于天 但真正厉害的那招 叫大道朝天 今日 我便传授于你 但 这是我的大道 而你的大道 得自己走 师父 终有一日 要像你说的那样 明阳天下 你 傅先生 师父 小姑娘 好久不见了 古先生 这件事你不必愧疚 当年是我逆天道而行 葬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一切都是因果循环 东君啊 你这孩子向来明示礼 不要怪罪于他 破风君即将赶来 天外天在前东城动武 已犯了阵西侯的大忌 你们还是速速离去吧 古先生 抱歉 走吧 你这孩子 爹 我还是头会见这小子这样 今日之后 东君就会明白 自义飞扬的八公子 不是完整的江湖 明剑山庄的剑客风流 也不是完整的江湖 而他此刻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江湖 东君 来 再与师父对饮三杯 如何 这第一杯 感谢多年来的陪伴 我一个人住在这院中 着实有些无聊啊 今天这场面不错啊 有爵士的对手 有我的乖徒儿 还有天启来的皇子 为师很满意 年轻时想做九中仙 酿一壶桃花月落 放在天启城最高的地上 如今 就由你替为师去一趟吧 我是西楚一游子 乘凤离去九万里 隔入世间几轮回 愿会有君知我义 师父 师父 东君 生死 不过是一场离别 师父 你这一生 会经历很多这样的离别 师父 师父 我 再见了 我的徒儿 师父 东君呢 你可想好了 那天启 如今可是狼魔虎穴呀 娘 每个人都会长大 只要长大了 便不可能无忧无虑 你们能护我一时 却护不了我一生 今后的路 我要靠自己走 哪怕天启是个痴人的地方 我也要去蹚一蹚 说得好 这才是我百里家的儿狼 爷爷之前错了 一直拿你当孩子 可少年人应当有自己的江湖 哪怕是虎狼还伺 也该一往无前地闯荡一番 嗯 侯爷放心 百里兄弟的事啊 就是我雷梦莎的事 我以性命担保 五年之后 东君学成归来 还你一个风度翩翩 气雨轩昂 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宛如那天上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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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莎呀 你来一下 温姨 你有何要交代的 温姨 你这是作何啊 这是我自创的 叫温香暖玉 什么 五年之后 东君学成归来 我就给你解读 若是期间东君有何意外 放心 你也不会有什么痛苦 别骗人了 温家的读 哪有不痛苦的 娘 儿子走了 我只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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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子 曾经来这么过 现在到我家里 你会得罪了 人群 的女朋友 我只是不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学医 以你的天赋 小子 听我的 早晚能成为第二个药王 到时 就是天启的皇帝 也要给你三分薄面 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 我要做天下唯一的 枪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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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